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艺术家王文志的创作 透过竹编艺术编织出 多元文化融合与新著名的坚定心智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作品前面 签名留念 为隔时23年重回台北举办的 台湾灯会暖身 这座驻立在松烟口 七米高的竹编艺术 我们在这 由艺术家王文志所创作 透过竹编艺术编织出 多元文化融合与新著名的坚定心智 台北市长蒋万安更在作品前签名留念 2023台湾灯会进入倒数阶段 蒋万安特别到四大展区之一的松烟文创园区 抢先开箱圆展区的亮点作品 为时隔23年重回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暖身 我们回二十三年之后台湾灯会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这次我们有四大展区 包括今天来到的圆展区 光展区 中央展区 以及未来展区 那今天这个圆展区 圆这个字 有圆字来源的意思 也取多元的谐音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包括有客家 新著名 原著名等多元的文化 在这个展区呈现 那我们很希望说灯会期间 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来走走来逛逛 那至于人潮的部分 过往的经验 都是在开幕第一天 人潮会最多 以及一假日 就周末的晚上 人潮会比较多 那相关人流动线的规划 以及交通等等 我们相关局处 也都已经做好完全的准备 在松烟文创园区 总监陈云秀导览下 蒋万安一行人 紧接着走进巴洛克花园 观看由阿美族艺术家 创作的作品 和祖林对话的路径 戴上情人带 披挂上情人带的蒋万安 更充当助手 与艺术家一起完成 最后的组装工作 三二一 与祖林对话的路径 热烈掌声 这组长宽达15米的 巨型火塘造型作品 以360度穿透式赏灯视角 搭配金曲及主题乐曲 呈现原住民族 对于祖林信仰的文化传承 与期望疫情 能如火炬产生的烟斑 水风消逝 这是一种部落的仪式 其实我们要透过白烟 直向天气 那个烟其实会带领我们的话语 到祖林的集所 我们祈求和告知 是祖林 是族人和祖林对话的仪式 透过这件作品和祖林对话的路径 也祝福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平安 度过这个疫情 角湾等人最后来到园区生态湖畔 有艺术团队所打造的岛上的女人树 这是台湾首次客家诗歌主题灯区 透过岛中的客家女子塑像 加上湖中漂浮的互动灯视 全是客家勤俭持家的传统文化 女人树上面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一个 竹编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客家的一个灯区里面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把传统跟创新科技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湖面上面晚上会有LED灯的一个变化 去打亮了这个女人树 也是象征整个比较客家族群内敛 灵力 动作快速勤俭持家的一个精神 角湾表示 圆展区希望呈现的就是多元共荣 园区内共有超过20件新住民客家 及原住民族灯视作品 利用不同族群间的语言文字 音乐旋律与图腾符号进行创作 呈现各个族群的文化之美 也象征台湾族群融合的具体成果 我们不只是有原住民 有客家文化 有新住民等等 就是希望透过灯会的方式 呈现出来 让所有的好朋友认识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设计师 各位总监导演 大家这么用心的付出规划 让我们这一次 整个作业的准备非常的顺利 那当然接下来马上 再不到几周时间 就是灯会 我们希望 藉由这次灯会 让所有的好朋友 来到台北 除了亲近台北 也能够爱上台北 那同时也能藉由这样的机会 体验到很多我们不同多元的文化 除了各族群灯饰作品外 松烟文创园区也串联 园区内16个店家举办朝东感谢庆 有多档展演活动同步登场 包括米飞兔周年创作展等 另外台湾灯会复灯 台湾兔给乐 也预计在1月底 在松烟园区文化广场亮相 邀请大家日赏灯夜赏光 寻找光的轨迹 体验光源台北的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在农历春节前夕 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席亲 结合台湾企业精英协进会 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 举办人间有爱 寒冬送暖的活动 捐赠爱心福袋 给松山新义地区的弱势家庭 让弱势民众感受到社会团体的温暖 辅助之意 打开暖心福袋里头有面条 肉骨茶汤 芝麻酱 XO酱 还有午餐肉 食材丰富又容易保存 台湾企业精英协进会 与台北市影音节目 制作商业同业工会 连续第二年发起寒冬送暖活动 在会有热情赞助捐赎下 募集千份暖心福袋 要送给松山新义区弱势家庭 由议长戴席亲 理事长林湘平代表捐赠物资 让弱势民众感受社会温暖 安心过好年 我们这次非常感谢台湾很多企业界的朋友 包括我们台湾企业精英协会 还有包括影音节目制作工会等等 他们发挥这样的一个爱心 也捐了很多的善款 那我们也希望特别在两三年的疫情的部分 大家各行各业影响非常大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即将春节前夕 能够结合这样的一个社会资源 购买这样的一个暖心福袋 来送给我们一些比较经济属于弱势的家庭 也希望他们能够过一个非常温暖的春节假期 我们已经连续两年了 那觉得过去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觉得有一些独居老人来领物资的时候 有的是坐轮椅 然后有的是拿着拐杖 所以那个场面特别的感动 那我们觉得说 这些独居老人 其实是很辛苦的 而且也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没有被关注 虽然我们整个外面的氛围充满了喜气 所以我们就有几个好朋友先发起这次的活动 说我们大家来捐助看看 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有很好的成绩 有这个上千份的这个好朋友大家捐助 那我们觉得如果假如能把这种活动能做一个扩大 我相信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多少钱 可是实时上这个意义还有这个影响是觉得功德无量 我们去年送年菜 其实大家对年菜非常满意 满意 可是问题年菜是冷冻食品 所以我们必须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可能晚上一两点就开始要准备这些物质 可是又怕拿到这个民众的手上 没有好好的保存而造成了一些损害 所以我们今年就打算送这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有鸡汤 有一些方便面 有日本拉面 然后有这些XO酱跟芝麻酱 有吃辣不吃辣 所以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物资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 让有需要的人他想吃的时候就立刻可以处理 而且这个时间又可以放得很久 那我们想连续加几十天 什么时候会饿不知道 如果能准备这样的东西给这些民众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起一点作用才对 这是我们主要当时设想的一个目标 代表受赠的社会局副局长廖雪茹表示 非常感谢业界的善心 捐赠的爱心福袋 江梅和嘉惠给松山信义区社福中心 所服务的经济弱势个案 其实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一些企业 还有我们的一些民间单位 那都会来做这个寒冬送暖 那帮助我们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社福这边 提供的一些服务之外 那也加满帮我们的一些弱势的家庭 能够提供另外的一些物资 让他们在过年期间能够 过个更丰盛的一个春节这样子 那这个物资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发放给我们松山 还有信义 这边我们松山社福跟信义社福 我们服务的一些就是服务的对象 平常可能就是我们社福这边 有需要协助的这些家庭或者是独老等等的 那我们就会在过年前把这个物资分送给他们 透过人间友爱寒冬送暖 公益活动的抛砖引玉 也期待有更多民间单位公司协力 为弱势族群尽一份心力 传递更多的温暖与关怀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民众 市售的年菜多为加工精致品 无形中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因此推出营养师的年菜搭配建议 让家人吃的美味健康 营养师设计的九九康泰和香饭 鲜菜多元的全骨杂粮类 加上豆类及蔬菜类 可以替换饭、面、萝卜糕、年糕及八糕等主食 避免摄入过多热量 同时增加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的摄取 七材有余则是选用鱼肉丰富蔬菜入菜 让民众健康更加分 我们针对外豆年菜 通常施高有高一点过度加工的部分 我们融入了圆菜以及全骨根基内 还有多蔬食的方式 来纳入我们的年菜的主题设计里面 那当然满桌子的年菜都非常的好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也要顾健康 所以我们特地将肉类建议是将鱼及豆类 加入在我们的年菜的通调里面 那也就是说我们有设计了一个 九九康泰和香饭的部分 是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些全骨杂粮类 浓入在我们的年节里面的部分的主食里面 当然也就是说我们尽量推广能够用原菜 以及健康烹煮的方式来搭配我们的年节的饮食 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如果在外购年菜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要有解冻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加入在你们在选购年菜的部分 以及分除年菜的部分里面来让我们的年菜 在解冻的时间有充足的时间再来充足的加热 我们的餐到医疗科设计的餐点里面 就是掌握几个原则 一个就是健康均衡去平衡不外购的年菜 那再来的话就是原菜然后健康的亨调方式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多鲜多骨类的一个概念 那外购年菜的话其实大家的选择都很多 那我们在复热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提醒各位我们的民众朋友们 注意一下标示 有时候要它的标示里面是让你直接水煮加热 有些是可以解冻之后再去微波或者是放在电波里面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原包装食材 如果直接加热可能会有一些食安的问题 那解冻后充分加热 有些时候标示上它会写可以及时 有些是需要再充分加热 那为了年节期间的健康跟食品安全 那建议民众在存购外国平台的典菜的时候 多加留意 年节期间其实卫生局同学都会台庭值班 这会如果发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会立马进行相关的调查 那其实这边还是在公开宣导 就是我们食品中毒无药的原则 那春节期间一定要洗手 东西要新鲜 生熟食一定要分开保存跟存放 还有在烹调的时候不要交互污染 最后刚刚营养师部主任有再提到说 要彻底夹了跟注意保存温度 尤其是年节期间 大家都会买比较多的一个食材 放在冰箱 冰箱七八分满就好了 不要塞得满满的 会影响到我们的储存温度 那时间一久事实上食材 其实它的一个鲜度就会受到影响 然后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营养师透过以蒸煮炖卤凉拌等烹调方式 取代高温油炸 加上低脂的海鲜鸡肉或豆制品 取代五花肉香肠等 高油高盐或加工肉类 再加入蔬食吃得更均衡营养 另外卫生局也针对年节食品抽验 共检测180件 其中16件品质检验不符规定 还有一件标示不合格 那这一次的话其实年节会用到的 像白木耳 竹生 巴西蘑菇 一些即时性的食品 花椒 生鲜肉品 跟散椒风品等等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十字品 我们总共抽了180件的产品 还有16件是品质检验 共不符合 那一件是标示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去分析 它的品质检验结果 不符合的比率 是以白木耳最高 我们总计市面上抽了10件 有7件不符合 所以它的不合格率是70% 待会会说明原因 那其实是竹生的部分 我们市面上抽了13件 有5件不符合 不合格率是38.5% 那巴西蘑菇部分呢 是抽了7件 那有2件是不符合 那它的不合格率是28.6% 那在白木耳跟竹生 主要是检验出 它的农药材的不符规定 那另外的话 有2件竹生分 2件巴西蘑菇 解除的是重基础 不符合威力的部分 那有2件即食豆干的部分 是食品添加物防符剂 不符合我们添加物的一个标准 那刚刚有说到 白木耳之所以它的不合格率 高达70% 最主要是因为 台北市卫生局这边 针对食药署 它在边境抽烟的一个状况 有发现就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白木耳 它有一个生长调节期 课美术不合格的记录 所以在这一次年节 我们特别在抽烟白木耳的时候 就有加烟 就是我们课美术这样的一个 残折的状况 依规定它是不得检出的 所以目前抽出来的 有7件是不合格的产品 那当然第一时间的 我们都请我们的门市 或者是线上的商店 这边先请下架 那可以看出 它们其实来源都来自于外县市 说我们也疫情外县市 追查相关的一个进口的源头 那针对农药材料不合格的部分 我们使用食安法第15条规定 铜码市制调可以除6万到2亿元 合约罚款 那中金属的部分 铜码市的部份 我们使用污染物质及毒素的卫生标准 它是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规定 那对于物的一个处理 是请它先下架回收 那当然整体的一个贩售厂商 或者现实厂商 它进行全台北全国的回收之后 进行销毁 那在我们人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会运其他几座改善 那如果期间到在抽相同产品 又有一样的项目符合 符合的话就是没有完整改善 会除息台币3到300万的罚款 至于最后一个及时到端的一个食品 添加物是以我们318条 那不合格的部分 我们是可以除息台币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那在这一次抽烟不合格的调查当中 还是有中间商 它没有办法提借它上游厂商的一个 干据跟佐证资料 导致于我们卫生局 没办法追查到源头 那这样的业者呢 我们会依食安法第47条 才主性台币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那至于标示符合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依食安法第28条标示不实 主性台币4到400万的罚款 卫生局提醒选购连接产品时 除了到幸运良好的商店购买外 尽量选择包装及标示完整的产品 此外也应尽量避免购买颜色鲜艳的食品 建议消费者误过量食用加工品 并搭配足量的水分摄取维护健康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刑事局配合清源专案2.0 扫荡赌博据点 侦破了一起六盒彩迁赌据点 与汇队中心 嫌犯以经营的老字号银楼为核心 在同一街道上 联合经营三处六盒彩迁赌站 企图以银楼作为掩护 银楼桌上摆满现金 存折还有迁赌资料 原来是一名80岁的真姓老翁 以他经营的老字号银楼为核心 在同一条街道上 联合经营三处六盒彩迁赌站 将涉案赌资收到银楼存放 并提供该地区新住民 移工非法汇兑服务 警方搜索现场 查获大量赌博签单 以及赌资新台币四百多万元 及各国外币 初步估算每天收住金额 高达新台币六十到七十万元以上 肯大队增破以真姓为首的 中部大型的一个签赌站 那他经营的模式 是以地方的老牌银楼为核心 在同一条街上 他总共经营了三处的传统 六二彩的签赌站 那收取的赌资都放在这个银楼里面 那案件成熟之后 我们报请南口地检署来指挥侦办 在1月5号的时候 来执行搜索居体 那台浦代回这个真姓祖贤 跟赌场工作的人员 还有赌客等18人到案 那在现场也超过大量的赌博的签单 跟组织新台币四百万 在及各国的一个外币 那这个外币啊 初步折合新台币也约有188万元 所以我们来估算每日他的收住的一个金额 达到这个新台币啊 六十万到一百万不等啊 下注的牌角也达数百人以上 那全案啊 依这个赌博罪嫌啊 将甄信祖贤等人啊 及工作人员来解说南口地检署来继续侦办 那另外啊 本大队也迫获以蔡姓为首的一个 中部线上的一个博弈集团的一个案件 那该集团啊 它是架设网络啊 提供了包括这个体育赛事啊 真人的娱乐 还有乐透彩啊 等多款的一个赌博游戏啊 那初步啊 清查台湾的赌客啊 也有上百人 那主要他是大陆赌客啊 超过一千多人啊 那赌支啊 也高达这个新台币啊 十亿元以上 那抱歉这个台中地检署来 只会侦办 在去年底啊 逮捕这个蔡姓祖贤啊 等十一名嫌犯到案 那初步啊 依啊 这个赌博啊 跟洗钱房子罪嫌啊 来移送台中地检署来继续侦办 过来过来 警察 警方表示 打击犯罪没有假期 年节期间赌博犯罪 仍是重点查期项目 警方也将持续扫荡 不法地下汇队通路 截断境外诈骗集团 营运汇队管道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蒋欢安 新的一年 祝大家 学业吐飞抹净 工作 扬眉吐气 爱情 突然到来 一家人欢喜迎吐年 台北市民政局与台北市 结出市民协会 每年在市政府会举办新春挥合活动 发扬传统优良民俗文化 台北市长蒋欢安 也到现场向市民拜早年 增添年节热闹气氛 舒凡老师潘庆中 分别赠送春莲 给台北市长蒋欢安 和民政局长陈永德 将两人名字作为开头 祝福市政顺利 为民服务 同时也因应今年兔年 表示有许多关于兔的字句 可以当作吉祥话 葵某年啊 就是我们这个兔年 很多人说它是金兔 也有人说它是玉兔 那么玉兔就是迎村纳葫 那金兔啊 大家出去做那 那个金子的兔子 作为一个胸前别的一个 金兔子很亮很漂亮 那大家都是欣喜 这个兔子是会跳躍的 那也就是說這個人的成功可能今年那個機會是跳躍式的進步 跳躍式的成功 所以只要你有努力天道酬勤一定會幫助你 就是你只要有努力就一定有機會可以達成 我那個給市長做了一副對聯 就是用萬安兩個字做那個砍字連 就是萬民騰翻新市政 那個安和樂利好迎生 那麼這是我們那個過去的市長 他從來都沒有參與過我們這個傑出市民的這個輝豪的出席來講話 那所以呢這一次他會來算是我們非常期待已久 這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希望他這個新的市政會帶給我們台北市市民 有一股非常好的紅火朝氣 所以呢這安和樂利 我們大家都是經營也很好生活也很好 就是這樣所以以這個對聯做句子 那我們今年的新的民陣局長就陳永德嘛 以前是議員 我用永德兩個字做砍字連 永懷市政為首要 德茂葉城最親民 希望他很親民 然後給我們這個民眾有種清新的感覺 大家經常來接見我們了解我們的心情 由台北市結出市民協會主辦的新春揮豪活動 延續18年透過書法名家現場揮豪春聯及書畫藝術作品 讓市民感受書法字體藝術及新年意象 現場市府長官也一同開筆發揚書法藝術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承 就像我們今天的主題 玉兔迎春 新春揮豪 我想除了我們協會 也結合我們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就希望把這樣的書法 藝術 文化 精神 持續的傳承 也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學習到 特別在春節過年期間 年尾很重當然一定需要有春聯 那今天來也要跟大家特別宣傳 除了兩星期之後馬上就除夕 今年過年比較早 那過年之後請接著元宵 然後這一次大家知不知道 台灣燈會回到了台北舉辦 而且是睽違23年 我們從2000年然後到各個縣市 今年終於再次回到台北 我想這將不只是我們台北的光榮 也希望能夠成為台灣的驕傲 讓所有不只是我們各地的民眾 甚至國外的觀光旅客 也都能夠來台北 感受到我們這次燈會的好燈會的美 我也藉這個機會來宣傳一下 這一次台灣燈會在台北 其實我們是用一個城市光廊的概念 什麼意思 也就是不再聚集在一個定點 而是我們從101台北市政府 到松菸文創國父經驗館 一直到東區商圈 整個樓帶 所以大家可以近期的享受非常多 富有創意精緻的燈飾 而且在台北 我們有12個行政區 每一個區都有一個主題燈飾 所以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這一次燈會的規劃 而且我們也特別讓藝術入店 也就是在東區商圈 我們讓很多藝術作品跟店家合作 大家不管是在咖啡廳 或者咖啡感受到很多藝術的氛圍 或者是走入店家 也感受到這一次的燈會 能夠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所以也希望大家廣為宣傳 讓周遭的好朋友在規劃春節期間 大家旅遊的行程 或是走春或元宵期間 可以來台北 來欣賞我們這一次的台灣燈會 台北市傑出市民協會 跟我們市政府那個民政局 大概每一年都會在這個地方 市政大廳舉辦正春年的這個活動 那麼正春年的這個習俗 在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裡面 是帶來一種喜氣 吉祥 除舊不新 這個東西 這個 書法 這個東西在我們的中華文化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虧保 台北市傑出市民每一年所產生的這個 傑出市民 因為它的那個就是爭嫌過程非常非常的嚴格 所以每年所產生出來的名額並不多 有可能只有一位 有可能只有四到五位 那你先看到我們穿這背心 這是我們歷年所產生出來的傑出市民 是 那我們傑出市民的話 這個我們的宗旨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個目的就是說 既然是對台北市有重大市政貢獻的 那我們就一樣就是說 當選了以後呢 我們這個社會的指責 每一個成員呢 都奉獻你這個社會 這台北市民有任何這個社區 一些像這個冬季 這個寒冬汶暖的這個紅的呢 我們都會去參與 會去關懷一些就比較貧困的一些家庭 這都是我們的一些任務 那鄭春蓮是每一年會在市政大廳 這邊來做這樣的一個 鄭春蓮的這個活動 春節期間家家戶戶貼春蓮 掛紫畫籍藝衣術作品 有除舊不吸引萬象更新的氛圍 春蓮上的字更可以鼓舞人心 祈福隱心 共同迎接奎茅兔年 記者旺君台北報導 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籌備至今獲得許多企業的支持 台北市長蔣萬安 特地出席行銷活動 期盼嶄新的面貌打開無限可能 2023台灣燈會是國境解封後 首場國際大型活動 規劃四大展區 一座主燈 六座副燈 範圍達168公頃 300件以上作品 以及串聯12個行政燈區 近期公布燈會標配物資 有企業支持 像是民眾要找現場的志工 只要認明這點 就能快速找到 那我們這次的戰路呢 非常特別 我們今天是希望呼應 我們在環保上面的作為 因為氣候變遷是非常的嚴峻 而富邦集團呢 不管是台灣大哥大 或是富邦金控 在這幾年一直持續地倡導ESG 那我們在2021年 也推動了一個 Round for Green的計劃 這個就是跟包含台北馬拉松在內的馬拉松的賽事單位 一起來倡議的Round for Green分項綠色的計劃 我們會為跑滿40公里的一個跑者種下一棵樹 那這個部分呢 特別是也很感謝就是台北市政府 在馬拉松賽事的一個想念 以及燈結這個部分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次的燈結 就像它的市長所言 這次是國境解封以來的第一場的一個國際的賽事 那我也非常期望在街燈上面看到很多活潑的小兔子 而兔子的跳躍跟這個燈會的光明 其實就像我們共同推動的正向的力量一樣的一個呼應 今年的燈會是睽違了23年回到台北舉辦 也是台北開宣之後第一場大型的國際活動 回想23年前我才剛出生 開玩笑23年前我已經21歲了 那到23年後的今年 我們再次舉辦台灣燈會 我想不只是台灣的驕傲 也是台北的光榮 那其實我想這一次台灣燈會在台北舉辦 我們是用光源台北當一個主題 而且我們是用城市光榔的概念 來打造這次的燈會 我們用各式的藝術燈飾 來裝點這次整個台北城市的廊道 所以讓我們這個燈會能夠融入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 那我們預期會有超過1000萬人次的到訪 而且會有210億的產值 所以非常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國內外的觀光客 一起來品味台北 那這一次我們燈會在台北 可以能夠順利的籌備以及接下來舉辦 我想很重要我們有非常多的企業朋友來支持 結合了企業的力量 另外我也想提一點 也就是過去三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於台灣民眾的生活以及很多產業 有了嚴重的衝擊 但是也因為有我們在地的企業 還有社會的力量社會各界 大家共同的付出才撐起了台灣的經濟 所以我想大家透過社會的參與 能夠讓台灣更好 這一點我們非常的感謝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很希望 讓台灣燈會是屬於每一位民眾的 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 讓世界看到台北 而且讓台北能夠創造無限的可能 昨天我也特別到交通局 聽取相關的預告 也特別請交通局在這一次 我們台灣燈會在台北舉辦 可能帶來的人潮進行相關的規劃 確保我們的人潮能夠安全地疏散 能夠大家愉快地來安全地回家 展望安也身穿工作人員服裝 推廣燈會提供的周邊產品 藉由各方企業參與 整合資源與創意行銷台北 另外蔣萬安市長也在受訪時 提到近期被人質疑 人事上的低配與成會決定 他回應尊重各方意見 我想大家有好的建議我們都接受 那其實至於成會的部分 我想我們之前也強調 經過第一週的試運行 我們也凝聚控制 絕對是以效率最高的原則 以議題為主導向 而且以解決問題為重要的目標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就是 會透過週一週四 成會以及午餐匯報的方式來進行 同樣的我想我們絕對 會以最高的效率來進行 相關施政的討論跟推動 那最重要的 我們其實也都尊重每一個團隊 都有不同運作模式 但重點是 我們不要被行事主義所綁住 而是要有貪性 要更有效率 因為我們經過第一週運行 我們覺得一個星期 透過一個成會 一個午餐匯報的方式 目前運行是比較有效率 我想這個方面 我們會先這樣子進行 然後我們也會針對不同的 重點施政議題來討論 而最重要的是 面對市民關係的議題要來解決 關於內科協會有拋出交通船的構想 蔣萬安也給予回應 其實內湖交通的問題 這是牽涉到整體的都市規劃 這關乎人民日常的生活 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個實證重點 所以我在上任的第一週 就馬上親自到了內湖 實際去了解整個車流量的狀況 我也到了聽大道港前路段 去了解在尖峰時段路口 整個塞車的情形 那昨天我們也特別請了交通局 以及產發局到內科 去跟所有的相關企業 來了解聽取他們的建議 所以第一個 您剛剛提到 這個水路運輸的部分 的確是有企業提出這樣的建議 但是這個部分 也要考量到整個基隆河的水力 包括清淤 包括潮汐等等 那根據過往的評估 困難度是比較高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跟企業來討論 這次的燈會有周邊商品 例如兔爾登 光源兔 是由燈會官方網站購買 還有中央製作的小提燈 但是登記領取的方式都不一樣 講完回應 這部分有聽到民眾反映 會請相關局處 跟中央協調之後再說明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為了協助弱勢家庭的學童們 有課後輔導的機會 知名一人許孝順和中山區三千宮主委 一起發起成立三千小草平台 初期將先以中山區國小的 弱勢學童為主 並計劃邀請海洋大學 經過學院以及崇佑大學的大學生 來擔任課後輔導的老師工作 您知道嗎 位在中山區基隆地標下方的三千宮 今年六七月後將不再只是宮廟 也將成為中山區三千小草平台 這是為了協助弱勢家庭的學童們 可以有課後輔導的機會 知名藝人許孝順和基隆市中山區 三千宮主委林國昌 一起發起成立三千小草平台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 他在三峽做得非常好的小草書屋 我覺得他是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我們知道每個地方都會有很多小朋友 他可能就是阿嬤阿公在帶 隔代教養 或是比較脆弱家庭 需要幫助的 我們一直在討論我們小學 有很多同學就比較高年級的一點 他可能回到家裡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朋友帶帶帶就倒在外面去 人生可能就走到另外一條路去了 我們一直討論到底是 從國小到國中 因為我們最近一直在討論 希望幫他們在課後能夠找一個 他們就地的學校 可能他們學校也有課後輔導 可能他們在經濟上面沒有辦法去繳這個學費 我們去幫他們募款學費 然後我們也可能在三千宮辦很多的活動 初期將先以中山區國小的弱勢學童為主 並且計畫分成兩類 一類是邀請本市海洋大學 經國學院以及重有的大學生 來三千小草平台擔任課後輔導老師的工作 另一類是贊助弱勢學童們 直接上安親班的經費 讓弱勢小朋友可以有更多 在課後受教育的機會 避免誤入歧途 未來也有更多機會翻轉自己的人生 長大後再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正向循環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地有 比方說海洋大學或是重幼大學 我們經國學院有很多外地來的學生 他們晚上可能也想煎個拆 然後可以來帶小朋友怎麼樣導讀 閱讀 然後在他們專業知識上面 給這些孩子課後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可能也可以說說話 因為既然家裡的需要幫助 一定有某些生命空缺的地方 所以這些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來彌補他們在這方面的所有的需求 然後林國曹先生 他是我們生意夥伴 事業夥伴 我們希望在我們的事業以外 我們有一些盈餘 我們希望找到一筆工基金 將來就以三千工為一個基地 然後固定的在那邊辦活動 然後找到一群義工 大家能夠平常就開始在尋找 每一個學生家裡的所有的問題 然後逐週逐月的去記錄 然後遇到問題我們就去解決 讓孩子們有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未來性 希望把基隆的好山好水 這個善的循環 藉由順哥的名人加持 能夠把這個活動廣為流傳 那也希望從在地發展 然後一直擴展到基隆各地 把基隆的好山好水 以後有一個好人才的一個產生 謝謝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特地前來關心 聽取他們成立三千小草平台計畫 藝人許孝順也特地找來知名藝人NONO 以及其他企業家朋友一起加入 目前三千工正在整建中 預定今年六七月左右就能夠整建完成 趕上暑假的課後輔導 幫助弱勢學童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未有傳承基隆文化 並推展基隆觀光 市長謝國良 特地邀請藝人許孝順 擔任基隆市政府計畫成立的 文化及觀光諮詢委員會的主委一職 突如其來的邀請讓許孝順嚇了一跳 希望市長給他一點時間 回去思考再來決定 為了傳承基隆文化 並且推展基隆觀光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 特地到基隆地標下方 可以俯瞰基隆港灣美景 以及基隆塔樹梯景觀的三千工 和知名藝人順哥許孝順 以及三千工主委林國廠見面 並且當面邀請許孝順 擔任基隆市政府計畫成立 文化及觀光諮詢委員會主委一職 我也特別想來拜託順哥 因為順哥我在選舉的過程中 跟大家請意很多 針對歷史文化跟觀光方面 未來基隆到底要怎麼樣來推動更多的工作 所以我不知道順哥願不願意答應 不過我是有想說要成立一個 這個文化及觀光的一個諮詢委員會這樣子 市長希望開會的時候每一次都要來參加 要來學習觀光 那我是希望說順哥 不要這麼突然 可不可以來擔任這方面的一個給我們指導主任委員 或者是說給我們這方面在觀光方面 因為他對於這個歷史文化跟觀光的結合 這個過去以來一直在我這三年給我很多的指導 那我個人是對於國外的品牌IP遊樂主題 我是比較有想法 所以這個歷史文化觀光跟商業主題娛樂的觀光 其實都是基隆未來的觀光不可或缺的 所以順哥可不可以跟你拜託一下 怎麼樣的形式都沒關係 但是我是希望參與度能夠越多越好 來給我們基隆的觀光未來指導一下 尤其我們都知道順哥對基隆是有理念有想法的 所以我們拜託順哥給我們未來指導一下 突如其來的邀請也讓許孝順嚇了一跳 差點沒來個綜藝衰 順哥許孝順希望市長謝國良給他一點時間 回去思考再來做決定 因為他真的很忙 也強調基隆人為基隆做事是天經地義 而不是為了職位 我可能要回去要思考 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但是呢我的想法跟我的計畫 跟能夠為基隆我們在地的這些文化傳承 做很多事情的力量是絕對有的 但是你讓我考慮一下好不好 市長你的抬舉我真的是謝謝你 您只要把您的想法陳述出來 我們就來落實它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對基隆鄉親 最多的一個貢獻的方式 您的想法我來幫你落實 拜託給我們一點指導 因為我們在這幾年我跟NONO就是 我們在水鳳小孩 我們一起在演藝圈打拼了很多年 我們有成立一個叫做 這個中華民國農師議陣聯誼會 我們有人生人聯誼 我們那個幾十個社團 我們的表演的團體的類別 也超過一百種以上 我想說因為我們基隆 我們每一年我們有中元季 我們可能過年的時候各種節慶 都可以回來把它變成一個很豐富的一個 這些文化藝政啊 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們在地的一種氣味 我們基隆的演習在台灣 我們這裡算台灣頭 其實過去不管是北館還是南館 這些有意義文化傳承是引領著 台灣的很大的一條路線 那我回去我開會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不情之情啊 沒有沒有你這樣子我不好意思 我覺得基隆人為基隆做事 我緊張是天經地義的 我一定會回來幫忙 謝謝 但是說我到底會 我有多少時間 有多少力量 我希望我回去開完會之後 如果年後我們還有時間 我再來您家開會 沒有沒有沒有 您在市政府哪一天 您給我一個通知 那我回去 我門口跪影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不要開玩笑 雖然許孝順沒有當場接受 市長謝國良的邀請出任 文化及觀光諮詢委員會主委的職務 不過大家還是為了 如何一起努力發展基隆的文化及觀光 以及幫助弱勢學童課後輔導 聊得很愉快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嘉極用新聞我是蔡小君 先為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快要過年了 小愛爸爸市長謝國良特地利用假日到信義仁愛等幾個傳統大市場 發發新基隆紅兔大展的一元紅包 祝福市民朋友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把幸福跟喜氣分享給大家 來 市長老師謝謝 謝謝 謝謝喔 我們還沒找到 真的是一擁而上 看到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來發紅包 許多婆婆媽媽叔叔伯伯上前搶著拿紅包沾喜氣 來 市長們來 來 市長們來 謝謝 快要過年了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 在產發處長林鼎超以及民政處長張淵翔 和市議員何舒平以及韓世玉等人陪同下 特地利用假日到信義以及仁愛博愛等幾個傳統大市場發放 新基隆紅兔大展的兔年一元紅包 祝福市民朋友們身體平安健康工作順利圓滿 把幸福跟喜氣分享給大家 今天我們來市長來發送我們的新紅包 來 給我一個新紅包 市長介紹一下新紅包 我們這個是新基隆紅兔大展的新紅包 那我一向都是用一元紅包 所以這個代表喜氣 這個禮清情義重 我們希望所有拿到這個新年紅包的人 身體都平安健康 然後工作都一切順利圓滿 那我們沾沾喜氣 我們也要沾大家的喜氣 也把我們的幸福跟喜氣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謝謝 市民朋友除了搶拿紅包沾喜氣之外 也搶著跟謝國良一起自拍合照 非常熱情 謝國良也展現超強親和力來者不拒 發送紅包時也巧遇立委高嘉瑜的爸爸 謝國良也立刻送上紅包獻上祝福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道 再帶你來看 金融市動保所的寵物銀行 由於新大樓尚未驗收啟用 東森集團捐贈了一批收容所急需的全貓物資 總價值20萬元 由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代表接受 感謝企業的盛舉 希望動物們都能獲得妥善的照顧 溫馨過好年 來到金融寵物銀行 副市長邱佩玲 產發處長林鼎超 關心犬隻收容情形 由於犬舍尚未取得 使用執照 上月還傳出一度斷水斷電 雖然目前已經解決 但寵物的物資還來不及備期 就像我們小愛爸爸 謝市長常說的 基隆成為一個有愛的城市 那我們在冬天在過年前 先讓我們的毛小孩 過一個很棒的冬天 東森集團旗下的東森寵物 得知金融寵物銀行的困境 由東森寵物總經理鄭大志 代表捐出主食貫 看物店及貓抓板 甚至連寵物銀行急需的烘箱 總共捐出了20萬元的物資 讓毛小孩能敢在過年前來得及用上 那今天總裁的部分也常在講 就是說我們早期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講說 小時候教書的時候就是說 為善不與人之 默默行善 那事實上做企業的部分 就要大大方方開大門走大路 那應該是為善要與人之 那我們是拋磚引玉 所以我們才講說 小愛爸爸的部分不簡單 我們講說他是這個大愛的行動 那當然我們就一定是 要來共襄盛舉了 捐贈儀是由副市長邱佩玲 產發處長林頂超代表 接受東升集團捐贈 邱佩玲也頒發感謝狀給東升集團 感謝集團的善舉 因為剛好處長知道的時候 告訴我們是缺水跟缺電 當時最早還希望提供水 當時最早的時候 那我覺得一把這個新聞 一披露之後 王總才看到了 馬上就拜託我們政大支總經理 希望可以給寵物銀行更多的協助 我們很希望有小愛爸爸的精神 結果讓市長常說的 把愛到每一個角落上 所以我們等於過年 給我們所謂 寵物銀行一個大紅包 讓毛小孩好好過年 其實我們目前寵物銀行 還沒有完全完工 也還沒有完成完成 但是因為過年期間 我們還是要確保 這個毛小孩 可以有足夠的這些物資 然後還有足夠的這些 保暖的設備 那很感謝東升寵物 然後還有很感謝東升集團 可以在過年前捐了這一批的物資 讓我們的毛小孩 可以好好的過一個好年 東升寵物除了捐贈物資 今年計畫在基隆展店 希望能夠提供市主和毛小孩 最完善的服務 東升寵物的部分 雖然是全國最大的 我們講說連鎖店 現在也有130家的店 可是今天來講 確實我們在基隆的部分 並沒有店了 那今天就是我們講說 有這個機緣 來到這個地方的話 那也期許 我們講說在今年度的部分 能夠在基隆市的部分 那直接把東升寵物的店 給開出來 可以對東 我們講基隆市的這些毛小孩 不管是望星球來的 望星球來的部分 能夠做更直接的照顧 照顧從線上 這個我們講雲端的 這個電商的 這個服務的部分 能夠走到線下 對於東升寵物 將在基隆成立實體店面 副市長邱佩玲 表達誠摯歡迎 也允諾是否會全力協助 希望造福所有基隆地區的毛小孩 記者 黃紹明基隆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歲末年終之際 議長童子委 結合善心人士劉先生 連續五年製贈禮盒 給仁愛新穎成功 和南龍四所國小的 弱勢學童 希望他們用功讀書 翻轉人生 拿到著名餅店 書餅禮盒 和200元賣場禮券的 仁愛國小弱勢學童們 一起鞠躬喊出自己會用功讀書 來感謝回報 基隆市議會議長通知委 以及各校校長老師 和家長會會長們的 關懷以及愛心 又到了歲末年終之際 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委 結合善心人士劉先生 連續五年製贈禮盒 給仁愛 信義成功 和南龍四所國小的 弱勢學童 今年更由議長自己加碼 製贈總共70位 每人200元禮券給學童們 希望他們感受 來自社會的溫暖和關懷 用功讀書 未來翻轉人生 長大後正向循環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想這是我們辦公室 連續第五年 來捐贈我們仁愛區 四所國小的 這個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那每年到了這個 佳節的Chief時候呢 我們這個善心人士劉先生 就會主動跟服務處 聯絡透過服務處這個平台 來捐贈我們這四所 四所學校的 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那我想這份愛心 這個要延續下去 希望這個愛與聯動 可以傳遞給社會各界 讓更多的人來響應 那我想這幾天賴清德副總統 在參選我們民進黨當主席 也希望民進黨 就回歸到公益團體 回歸到初心 我想我們不會忘記這份初衷 會希望這份愛 可以延續下去 讓我們這個 我們今年也特別加碼 這個愛心禮卷 來給我們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我們這一次大概四所學校 大概七十位左右 那我們希望這個過年的氣氛 可以讓這個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可以感受到我們的溫暖 那我想這個基隆人 這個善的循環 我們會持續努力延續下去 對於善心人士 劉先生以及議長 同志委連續五年來 關懷弱勢學童的愛心和善心 四個學校代表也回贈 感謝牌給劉先生和議長同志委 仁愛國小校長也代表 四個學校的弱勢學童們 表達由衷的感謝 很高興又來到這個年節期間 我們今年的同志委同議長 又來到學校製政這個年節禮盒 給我們弱勢的孩子 這已經是連續五年了 每一年孩子都可以接受到 過年的時候溫暖的祝福 那我們整個人愛區的四所學校 在這幾年裡面呢 都受到同志委同議長的照顧 那我相信孩子在感受到這一份溫暖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 孩子未來長大以後 也能夠把他心裡面的溫暖 回饋給我們的社會 那這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就具有很深遠的意義了 議長同志委除了代表 善心人士劉先生 歡邀關心製政蘇炳禮盒 以及禮勸給仁愛國小弱勢學童們 也象徵性製政禮盒 以及禮勸給出席的三所 國小校長或主任 以及家長會會長等人 請他們帶回去轉交給各校 弱勢學童們 同樣讓他們感受到關懷和愛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 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 基隆有一名婦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 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學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三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e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en 查證時可點選綠色按鈕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轉達給親朋好友喔 記得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刑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對抗病毒正向防疫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